貴族世佳好正點 貴族世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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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這個氣質喔 你不管穿什麼 都是世佳 不會變成炫耀 王思佳喝喜酒全身烤杯觀音 今天你要嫁給我嗎 不是這首 今天真的是明天你的是今天 今天你要嫁給 你是你跟蔡英明的耶 但是今天我覺得我 跟立宏在這個舞台上 我們要唱的是昨天 也不是 還是你們要彈琴耶 兩位有故事的男人 先前都捲入桃色風波 難怪合體聽起來全是感情啊 Forever love Forever love 我只想擁抱著一輩子去愛你 從今以後 你會先算了 幸福的你 朋友除了稱讚王力宏唱功不解 也有人吐槽情鬼唱要丹 力宏敢VS走位流丁 兩個人唱的是Xpire love 這兩個組合有經過新娘同意嗎 我會和新人掌聲鼓勵好不好 送你們永永遠的Forever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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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陷夾包風波的王思佳 才說自己屏得像狗一樣 當天爺跟老公一同現身婚禮 看起來應該是恢復得差不多啊 粉紅樣裝搭配粉紅翔奈兒 剛好還跟好姐妹三月的穿搭一樣 因此有網友猜測啊 是從觀影那裡接來的 貴族世佳齁 您這個氣質喔 你不管穿什麼 都是世佳 不會變成炫耀 他出道的時候 就真的就是一個土台妹 雖然他現在也是土台妹 拿著疑似是精品的土台妹 在他2021年的影片當中 他在節目上有爭議的那一款 愛馬仕的包包 就放在他的正後方 可是呢 他去送宴的這個包包 他出產的年份是2022年 這時候李組長就眉頭一皺 覺得這件事情是有蹊蹺 我們可以合理的懷疑 他送宴的包包 根本不是他上節目 拿的那一款包包 他有一個Chanel Chanel的耳環 正品他是有7顆鑽的 但是世佳阿姨只有5顆鑽 香奈兒的收納盒 那個盒的邊緣都長得跟別人不一樣 我看他家就是滿坑滿谷 我跟你講真的是滿坑滿谷 就是夜市擺攤的那個等級的Chanel 為什麼所有的精品在他身上 看起來都像假貨 你給大家的印象是你是一個對精品超榜的專業人士 可是你卻拿著看起來非常低仿的包包去上節目 然後你跟我們說你不知道 那不就跟你之前所營造的形象 我是國家級的女巫 我說你會出事你就會出事 大家可以去看看 從以前到現在 只要跟我對著幹的人 他們的下場是什麼 所以最近覺得那個 娛樂十一模就是三粒 剪的那個影片真的剪相當好 在這邊給你一個讚 這是一種超級弄弄 已經不是小弄弄了